林昌佐這是為什麼 我們先這樣講啊 林昌佐本來就是一個政治變色龍 你仔細看一看 他原來是挺民進黨的 後來看到時代力量有機會就跑去時代力量 然後看到時代力量快要垮了 就馬上離開時代力量變成無黨籍 那現在又變成挺民進黨 所以他本來一直是變來變去的時候 當時在林昌佐來選萬華的時候 其實第二屆 當年曾經出現過一份民調 那應該是王世堅自己做的 就是他在那個地區的支持度超過40% 是贏過林昌佐 但後來民進黨不知道怎麼搞啊 哪根筋出問題了 竟然決定要把這個選區讓給 有民進黨的林昌佐 那王世堅就沒辦法選 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很可惜 因為王世堅在那邊制度很高啊 那你派給一個林昌佐 那林昌佐也不是民進黨的 到底為什麼 但到了今年才知道 原來你需要一個友軍 來幫政府打磕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才派上用場 我們只能敬佩民進黨的眼光 真是放得太遠了 他會不會覺得說 他這次環燈市場整個就是作秀做過的 因為正常來說弄場的當然是大家好了好去嘛 怎麼會當場想要洗人家的人 結果反被洗臉 沒有我覺得林昌佐永遠都在作秀啊 他大概以為這個現場是他的演唱會啊 從以前到現在你看哪一次林昌佐出來 不是在作秀 現場被人家質問之後 他說有有有我有做請看臉書的影片 那你沒有叫他林昌佐 應該叫他領導才對啊 領導顯然很會拍片 但問題就是 林昌佐當天出來啊 很明顯看出來就是中央要來打科的棋子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是站在 陳時中 站在陳吉仲 站在王美花那一邊 欸講坦白的 如果不是中央找你來 你可以隨便站他旁邊嗎 那為什麼我不能站在他旁邊呢 那就是中央都跟你討論好了 麻煩你盡你的責任 那麥克風為什麼他拿得到 原因也是很簡單 就是安排好要靠他打柯文哲的時候 是他自己拼空 是他自己沒有做好基本功 導致環恩市場的會長 原來我們這樣講補一下好了 林勝東環恩市場的會長 他以前是百分之百幫林昌佐助選 他幫林昌佐助選 你住到林昌芳要進環恩市場拉票 他不准他進去 他不幫他帶的 那你說林昌佐有沒有欠他人情 當然有 所以這一次林昌佐被林勝東洗臉 才會洗到乖的跟兒子一樣 一句話都不敢虧 就是你欠人情 工作沒做好 來現場又想要作秀 難怪被人馬